典廉祕 療穴是歷史的主流 從希臘時代 甚至以中國來講3000年前就有 希臘的 provide 這個蕭亞西亞那個後子兩後劉儀那個 就五千年前就有塑雕 所以這個塑雕有那麼長 它是雕塑的歷史上的主流 我們台灣沒有就習慣了 我們勉強講有你們殼那個獅子啦 廟裡面的龍字啦 就這個啦 但是假如說從雕塑去表現 那的話我們塑雕一直是沒有的啦 所以我覺得這樣所以我去做塑雕 郭清智老師是我們台中大家人 那他的創作從他讀藝專的時候就大方一財 在1965年連續得到三個全國美展的首獎 包括全省美展 全國美展還有太陽美展 那這個創作的特性就是說 有用各種不同美彩的創作 包括金屬包括石雕包括鋼鐵 包括多媒體美彩的運用 所以他是台灣在多媒財運用 能夠深入這個材質特色的這個 這個雕塑家非常不容易 那他也是台中算是雕塑界的大師 所以我們這個展覽一直從今天開始 一直到12月6號 我們邀請所有的市民朋友可以來屯區藝文中心 來欣賞這個代表台中代表台灣的雕塑家的展覽 我的作品我想國際上也是可以在哪製作 因為我到日本展覽 那麼日本可以一個大篇幅的照片 週日新聞那是大篇耶 九百萬分的那個大篇那可以出來 我的作品可以在這個二十世紀的中寮 那個法國的他們一個展覽裡面 我的作品可以登上去 那可見到說我的努力不是沒有成果 但是你要花洋廣道或者荷蕭怎樣推廣 那都很困難 那都很困難